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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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材應該都是跟我自己的生活有些相關的題材 為什麼講的心份我會有這麼有興趣呢? 是因為自小就對自己出生的這個世上有一個問號 自己是誰 自己為了些什麼而生存 要尋找些什麼 一定要尋找自己身處的世上的意義在哪個位置 這就是我有興趣的位置 總之一定是跟我自己身邊有關 就是跟社會 因為每個人身邊發生的事情 形成一個社會構成一個現象出來 所以 其實最重要是跟社會和自己的生活相關的事情 平時我是 即是未接觸到攝影 或者是未踏入這個 這個創作的腦袋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是會跟著社會的步伐去走 因為尤其是香港 社會的步伐是走得很快 你稍微停一停就已經是 會是被其他人做 就說阻礙了 那些另外的一些話 這樣聽的 跟著 自從懂得創作或攝影之後 就會有空留意一下 看一下 聽一下多一點 跟著 覺得新鮮有趣的 某個畫面OK的 會想到很多東西的 就停一停 然後再想一想 對自己的了解會更多 沒有學會攝影之前 一直都是比較偏有迷惘 沒有去理解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自己的聲音可以怎樣去說出來 而攝影就剛剛比較接乎我的性格 因為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在街上走 看到一些東西就拍下來 再去想一想 這是比較像我自己性格的一回事